这首诗的作者王昌龄 他的朋友圈都有谁 李白 王维 孟浩然 高氏 陈申等等 他从江苏被贬到湖南 李白马上给他写了首诗 还有孟浩然写过 宋王昌龄至岭南 曾深写过送王大昌龄赴江宁 李奇写过送王昌龄 当然王昌龄也送过别人 比如著名的芙蓉楼送新剑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湖 戴剑叶老师说 朋友朋友齐逢对手 真正的朋友 在才华 人品 能力 见识 地位上 总有一个要到相似的高度 要不然玩不到一块去 同样的 您要是想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泛泛朋友圈就明白了 说回王昌龄 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热血青年 都没考科举 直接去边赛了 想打仗 可是很尴尬 当他长途跋涉了好几个月 终于赶到百草原的时候 那里的战乱已经被平息了 说一下 百草原以北是突厥人的地盘 叫六湖州 当时叛乱的中心兰池州 就位于这一带 王昌龄到了之后 仗已经打完了 怎么办呀 打到回府呗 回长安老老实实考科举 可是落地了 于是他决定再去边赛 这一次要到更远的地方 这一次他看到了麒连山 看到了御门关 那些苍茫的景象 那些战场上的故事 深深地震撼了他 让他留下了著名的 从军行七首和初赛二首 但是龙城飞降在不叫狐马 杜阴山 对于王昌龄的初赛二首 大家通常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在我这儿两首都讲 第一句就是个知识点 叫护文建议 概念有点绕 我举例子就好理解了 秦时明月汉时观 其实就是秦汉时的明月 秦汉时的观 秦汉两个时期都有明月 都有观 古人为了避免用词重复 所以把它拆开说 合起来才是诗人要表达的 完整的意思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边塞还是那个边塞 与胡人之间的战争 从秦汉以来就没有停止过 可是那些出征的人们 只见去可不见回呀 写葡萄美酒夜光碑的王汉 到过长城 看到墙根底下都是白骨 他都傻了 这时旁边路过一个大爷 跟他说 哦这些呀 这是秦始皇那会儿 派来求长城的那些人的遗骨 这还只是盖长城的 不是战场上的 战场上会有多少人呢 万里长征人未还呀 但是龙城非将在 不叫胡马渡阴山 龙城指的是魏清 西汉名将魏清 曾经率军北极匈奴 一直到龙城 非将是非将军李广 英勇善战 匈奴人把他称为非将军 从来不敢跟他交锋 阴山是中国北方的屏障 古代匈奴经常从那儿进犯 这两句特别像咱们现在说的话 要是谁谁谁在这事绝对不可能这样 这表达了什么 对当时那些将领的不满 要是魏清和李广在那些胡人 绝不敢过来 第二首 王昌龄非常擅长捕捉战争中的瞬间 这首诗写的就是刚刚打完仗的一瞬间 全诗没有一个字提到人 但是读完之后 你的脑子里会出现一个非常清晰的 骑着骏马的有血有伤的 威猛的将军的形象 流马就是骏马 白玉安不可能配给一般战士 所以应该是将军 战霸沙场月色寒 月光本来就冷 这时的月光还洒在了战后的战场上 战场上还剩什么呀 恐怖 凄惨 令人胆寒 城头铁骨生油阵 匣里金刀雪未干 城头上的战骨声还在矿野里回荡 将军刀匣里的宝刀上雪迹还没干 虽然天很热 但是这首诗读得我很凉快 浑身发冷 割我我是真不敢 战争对于咱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抽象的 可能觉得是保家卫国 好男儿就应该驰骋疆场 可是就像王汉 真看到累累白骨 又是另一种感受 王昌龄暂时讲到这里 听历史古文就搜七月白则 咱们下期再见